我当做这个鲁斑枕用了多种功率 包括棒 锯 还有枣 做这一个完全是手工 制作的是大约四天时间才能完成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至于说这个鲁斑枕的作用 在古代呢是作为中医浩麦用的 由于它是一块料做的 所以它很便于携带 走到哪儿搁在药箱里一走 就带走了 鲁斑枕把它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既可以当玩具屎 同时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很好玩的白匠